回到家之后 怀尸和乌鸦蹲在地下室里商量到半夜 然后第二天开始分头行动 事实证明 做监犯科是个技术活 尤其你正被当局当作重点监控对象的时候 一人一鸟最终决定分工 乌鸦去准备犯罪工具 而怀尸则要负责去圆融 又不突兀地加入到校庆中去 最好显眼一些 有个几百个不在场证明的那种 这年头哪怕是黑吃黑 也是有翻车风险的 多找几条退路总有被无患 第一次准备黑吃黑 怎么样装作经常为非作歹的样子 在线等挺急的 怀尸心里撕存着整个行动的步骤 随手推开了总务处办公室的大门 娴熟地挂起了谄媚的笑容 高老师关于这一次校庆 室内一片尴尬的寂静 怀尸呆立在门口 而在落下窗帘的昏暗办公室里 那个趴在办公桌上气喘吁吁的男人抬起头 乐然地看向身后连门都没敲就进来的少年 躺在桌子上的女人第一时间捂住了脸 沉默中谁都没有说话 怀尸后退了一步 关上了门 茫然地看着走廊外的阳光 挠头 为什么忽然之间就来这么刺激的 他发现自己的犯罪计划可能要胎死腹中了 在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他努力平静下来 估摸着里面的两个人快要穿好衣服了 再次推门进去 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样子 谄媚微笑 高老师 关于这一次的孝庆 办公室内依旧寂静 高老师依旧趴在办公桌上 维持着刚刚实话的造型 正好听见那个躺在桌子上的女人问 她走了吗 妈的 你们怎么性质这么好的 被人撞破之后 连衣服都不带穿的 嗯 您继续 好了 喊我一声就行 怀尸吞了口吐沫 尴尬地后退 体贴地为 他们关上了门 然后在下午的大太阳下擦着汗 愁眉苦脸地想着 怎么解决这档子事 自从上次她拒绝辅导 她侄子的提琴课之后 教务处的高主任 就开始看自己不顺眼 这一次心愁旧恨一起爆炸 怕不是要被开除了 要不干脆狠毒一点 一不做二不休 拿起手机冲进去拍个几十张照片 然后逼她给自己开绿灯 顺带还能勒索个几十万 一时恶念心头起 怀尸一咬牙 一跺脚 拿起手机 准备冲进去 进行一轮狂拍 就听见身后恶然的声音 怀尸 抱着一堆文件的副一好奇地问 你怎么在这里 散步 我在散步 怀尸的表情抽搐了一下 快速地收好了手机 回过头来 向着她挤出笑脸 真巧呀 你也散步吗 我来提交一下给明天校庆准备的资料和报告 还有邀请到的校友名单 负一疑惑地瞄了她一眼 你的脸色看上去不太好 昨晚熬夜了吗 对 没睡好 怀尸尴尬地笑着 岂止没睡好 而且还策划犯罪行动 熬到了四点 那你等我一会 我交完报告 请你喝红牛好了 负一想要绕过怀尸进门 怀尸却慌了 赶忙一闪身拦在她面前 不能进哪 不能进 嗯 负一歪过头 怎么了 门后面有妖精打架你信不信 怀尸当然不可能这么说 也不想把她牵扯到这档子事里 不知道怎么说 只能吭哧吭哧了半天 尬然地冒出一句 我 你陪我站一会儿呗 嗯 负一越发疑惑 很快 眉毛微微挑起 轻轻一笑 好啊 她后退了一步 然后靠在怀尸旁边的墙上 站好了 这样就好了吧 她问 就好像真得陪着怀尸一起罚站一样 安安静静地吹起风来 怀尸愣了一下 回头看她 午后的阳光 从窗外照进走廊里来 照亮了舞动的尘埃 还有她的眼瞳 就好像琥珀一样 有黑色的长发 从白色的校服上垂落下来 在阳光的映照里 一丝一缕 就好像泛起了细碎的光芒 在怀尸错愕的瞬间 她忽然将手里文件 全部都塞在了怀尸的怀里 然后就恶作剧 成功一样地得意笑起来 怀尸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文件 摇了摇头 不知道为什么也笑了起来 忽然之间 好像一切事情都不重要了 被抛在脑后 她依靠在墙上 看着窗外的梧桐树 在微风里摇摆的样子 细碎的阳光 便从树印中照下来 落在来往的尖头上 静密得好像泡影一样 她长出了一口气 那些这些日子 萦绕在肺腑之间的焦躁 好像都随之而去 重新变得平静又安宁 好像是从常梦中醒来那样 很快 她听见了门后 传来的脚步声 有个女人推门而出 看到门外的两人 尴尬地笑了笑 后面的高主任将她送出来 手里提着一个保温盒递给她 以后午饭我回去吃吧 老师让你送 给学生看到怪不好的 说了两句之后 将她送走了 高主任回头看了一眼门口的两人 尤其是尴尬的怀尸 好像解释一样地说 我爱人 哦 怀尸慌不迭地点头 校庆会的报告和名单吗 给我就好了 她直接从怀尸手里 拿走了那一打文件 看向傅一 记得稍后再发一个电子版到 赵校长邮箱里 70周年校庆 好歹让她多批一点预算 傅一笑咪咪地点头 还有 微电影的点子不错 不过校庆晚会的节目 高主任平静地低头 翻了翻傅一递上来的单子 抬头问 是不是少了点 傅一好像早有预案 因为高三的大部分都在准备高考 高一学生节目不少 但质量都不是很高 嗯 那我帮你们想想吧 高主任回头看了一眼 怀尸 你不是大提琴拉的 挺好吗 好像还拿了不少奖 你也出一个节目吧 让大家看看我们学校的文艺风采 啊 傅一愣了一下 下意思地开口 高老师 怀尸他最近正在备考专业级考试 而且彩排都过了 没关系 我看他每天跑来跑去也挺闲的 前一段时间不还请了那么长时间的假吗 有这经历为学校做点贡献不好吗 对吧 他意味深长地瞄了一眼怀尸 高三了 快毕业了 不管是步入社会 还是进入大学 都要学着稳重一些 谨言慎行 不要风风火火地乱闯 说着 他对副一讲道 这件事就交给你来落实吧 不是正好有个单口相声的人住院了吗 正好补个位置 怀尸一愣 心情顿时有些复杂 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此行的目的 好像忽然就解决了 连口都不用开 而且 高主任好像也没想着 要灭他的口 或者威胁什么的 就不轻不重地敲打了一下 可以说是相当轻松愉快了 另一方面则是负一 他之所以来找高主任 而没有选择直接去找学生会里 分管这件事的负一 就是不想把他也牵扯进来 就算到时候他 恐怕不知道自己在做伪证 但何必将他牵扯进来呢 这种利用朋友的感觉 令他有些难受 最后 他终究还是无奈点头 行 您都这么说了 那我上个独奏吧 原本他只是打算在学校合唱团里 混个伴奏的位置 现在看来 不冒点风险是不行了 而等交完资料之后 负一看向他的眼神 却分外古怪起来 独奏 就这么把我撇开单飞了 就独奏吧 怀师点头 好像不明白他的意思一样 毕竟要再唱歌剧的话 排练时间也来不及了对吧 则 总觉得你在捣鬼 负一在自动售货机下面 取出了两罐红牛 并没有在追究什么 只是丢给他一罐 记得晚上彩牌 别放我鸽子就好 一定 怀师扯开拉环 一眼而尽 犯罪计划第一步 搞定 大概吧 所谓的校庆 也就那么一回事 领导们讲个话 然后成功的校友们 出来讲个话 学生们再选个代表出来 照着稿子讲个话 然后进入 大家都喜闻乐见的 捐款环节 最后再举行一个文艺会员 给领导和社会各方的成功人士们 展示一下 这些钱没有白给 而就在校领导们 领着大家参观学校的时候 大礼堂的后台 也盲成一团 校庆演出即将开始了 人来人往 几十个学生忙碌地奔走着 准备道具和最后的排练 还有电视台的摄影师 也在调试着灯光和机位 每个人都好像有活干 于是角落里聚拢成一堆的人群 就分外碍眼了起来 怀尸怀尸 你皮肤变好了好多呀 是吗 推荐你用一下薄荷他们家的 最新款的耐地叶霜 效果超好哦 你看你的皮肤 是不是每次洗完脸随便擦一下就完了 不能这样的 会伤皮肤哦 诶 是吗 我都没注意 怀尸 怀尸 这一次你也要表演节目吗 对啊 独奏哦 要给我鼓掌加油啊 学姐 诶 对了 你换手链了 这个绿松食品相很不错诶 这边再配一颗玛瑙就好了 绿松和玛瑙都是有助睡眠带 你看你耳朵下面这一块皮肤有些油了 睡眠不好的原因 有腰有吗 啊 最近准备考树里竞赛 熬了好长时间的夜了 推荐你用一下这一家的蒸汽眼罩哦 小黑眼圈效果很好的 睡前做五分钟 配合上我刚刚推荐的那一款精华 第二天早上起来连痘都没有的 诶 真的吗 怀世你手机一直在响哎 没事 可能是有什么人在找我吧 女孩子的群中 怀世低头扫了一眼手机 向着自己新交来的姐妹们邪魅一笑 我先去琴房拿一下东西 等会再聊 好啊好啊 在女孩们依依不舍的目光中 俨然化身为大众情人的少年 转身走向了琴房的方向 一路吊铛铛地晃着脑袋 吹着口哨 然后打开了琴房的门 看到一张面无表情的脸 好玩吗 真正的怀世问 继续码字 下一张晚一点来 正对 请不吝点赞 幕志愿者 杨栋 게适 ant